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草蜜牛Desk 今天要來聊聊有關這個必死賣活動的一些小撇步 首先我們看到這邊 這邊我們初級就是出去戰鬥可以獲得點數 那這邊全部活動裡面唯一這一次有新增了兩個小道具 一個是我們的家具演講台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的頭像框框 那這個家具演講台怎麼獲得呢 就是你要去後宅購買有關這一次新增的必死賣房間的所有家具 那買滿之後呢 你就可以獲得這個必死賣的演講台 這個還蠻特殊的 這必死賣只要站在上面 他就會有發表演說的特殊動作 那其他的角色放上去就是跳舞 就一般的跳舞動作 那是剛好是為了設計這個必死賣啦 那另外一個這個頭像框該怎麼獲得 這個頭像框獲得的條件還蠻嚴苛的 就是首先這一次所有的限定角色 總共有六隻 對那六隻都要三次的突破 也就是你要把它們練到70幾 然後塗好塗滿之後 我們才可以拿到這個頭框 那這個頭框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可以在我們的施令這邊 裝飾品裡面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放上一個頭框 那未來你在對話框裡面 你就會顯示出你有這個活動的頭框 也就代表說你有造好造滿 然後塗好塗滿的一個象徵啦 是還蠻嚴苛的 所以這個不必勉強 那有的話盡量是去拿 也是一個收集的一個要素 好另外一個活動是我們這個特別的 特別建造 這跟限定建造不一樣 它是屬於祈願建造 也就是說你在常駐池裡面 可以特地去標示你想要的pickup角色 那2%2.5% 那R是2.5% N也是白皮也是2.5% 所以通常比較不會建議去標 藍皮或是白皮 主要是以金皮跟紫皮去pickup會比較好 那該怎麼去選這個呢 就是我們進入進去之後 可以選大型特型小型 那出現這個前進 就可以點選你要的角色 那一次只能選兩勺 通常啦在小型裡面 我會建議說去選限定小型的角色 什麼叫做限定小型的角色 它就是說只會出現在小型建造裡面 你在外面其他建造 或者活動限定建造 是不可能出現的 那有誰呢 就是蒙比還有歐羅拉 這兩個只有在小建會出現 其他外面限定建造都不會出現 那另外還有這個海仙平海 然後寧海這兩個姐妹也是 只會在小型出現 那除了這之外 還有一個異仙 就是中華 中華隊的這三個人 也只會出現在這個小型建造 通常是選這幾個比較好啦 那剩下就是催選 也是只有小型才會出現的角色 那除了這些你都有的話 你就可以選其他可能你沒有的 就是底下這些藍皮 這些藍皮很多都是登入 每月登入的角色 那外面也抽不到 所以小型有這樣子的選法 那大型的部分 大型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選大型限定的角色 像是艾蕩跟威爾士親王 這兩個都是大型限定角色 那外面限定建造 其實也不會出來 這次的限定建造 你會看到有 有歐根 有胡德 那有 驗戰 其實他們都會出現 以往的大型建造 他們都會出現 但是 以往的大型建造裡面 或是限定建造裡面 他們都不會出現艾蕩跟威爾士 那還有這一次 你可以補一個 這個 得意志 舉泡泡現在是 已經放出在限定建造 所以你限定建造 偶爾也會歪到 所以 通常也不會去 特別去選這一隻 除非你真的只缺這一隻 唯一缺這一隻 其他還有像日向 也是不錯用的角色 大概 大概 大型就是這樣 那 特型我是覺得是 最 最值得投資的 因為裡面有 這個半人馬 半人馬是現階段 就是 整個空母裡面 算是最好用的一隻 它可以輔助 也有輸出 它屬於輕航裝填業塊 所以很多活動 很多場合 都會用得到它 那剩下的就是 可能就是潛水艇 這兩隻潛水艇在特型裡面 也是很難造的 不過前面的限定建造裡面 也通常會出現 這兩隻潛水艇 只要那個限定建造裡面 有包含 空母 特型建造 的活動的話 通常也都會出現 那這邊你也可以選 活動才會有的 所以活動現在已經不會復刻 所以你現在 你只能在 特型去建造 相赫了 另外 像這個光榮 其實也是 活動的 那要復刻的時間 現階段 可能也 不知道 可能要很久 所以缺光榮的人 或是剛進來的新手 你一定是會缺 這個 其他的角色 基本上 你都會見到 或者撈到 所以特型 大概就只有這些 角色 或者是比較缺的 那選好之後 你只要按下確定之後 就再也無法回頭 前面你還沒有按確定之前 你都可以回頭 所以這邊 你只要一旦按下確定之後 你就不會回頭了 你就只能 建到底 那你也可以選擇 你當然沒資源的話 就不用去建 那你既然選了 你當然會想要 能夠建出來 不過通常 你是可以先去把 這個 限定建造 建完之後 再來選擇 這個 特殊的 奇願建造 這樣子對你來說 是 獲得機率會比較大的 好 再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地圖 有哪些推薦的地方 那 首先 A B圖 A B圖 看起來的話 其實 每天三倍 如果新手 可以打的話 當然是全部都打起來 對你的分數累積 會有不錯的幫助 那再來推薦的 A3部分 有 這個 QE還有方舟 可以撈 那早期可以組成 不錯的皇家艦隊 也是皇家艦隊的核心 那B1開始有Z1 然後還有這個 沙蘭霍斯特 鐵血的後排 那這個回升也可以撈得到 還有客跌砲也是不錯的 輕尋主砲 B2也是一樣 有Z1 然後多了一個 格奈 他也是鐵血的後排 戰巡 那一樣 回升跟布魯克林 都很好用 再來是B3 B3的三倍有240 還是算蠻肥的 那B3最好是有兩隻 格奈跟沙蘭都會掉 最主要是還會掉這個 戰艦主砲 MK6 這個是現階段戰艦主砲最強的火力輸出 那還有這個維修道具 也是在這遊戲裡面 是非常需要非常多的一個道具 那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可以往C圖去做進攻 那C圖這邊開始就是要80級以上的敵人了 那你這邊可能有100級的船 再來推C圖可能會比較簡單一些 那C2呢有一個最好用的就是戰鬥機 金色戰鬥機 這個很好用 很缺 美國箱也是開的出來 不過搭檢牢也是不錯的 那C3 D圖 調的人物都跟B圖一樣 AB調的人物圖 跟CD調的人物圖 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只是差在說 困難模式會調金的梭羽 還有金的波布斯 那當然D圖開始就是90級以上 而且敵人的精英怪也非常的痛 那這邊最好你是有110級以上的船 再來去做攻略會比較簡單 那大部分我是比較推薦在C2或C3 做周回是比較OK的 其實你看這110點跟180點 那你要做進攻的難度 這兩個 C3跟D3是差了還蠻多的 那油耗比起來其實C3會省不少油耗 而且在前面的新手時期 你應該會比較缺的是 所以 好再來點數兌換部分 當然是一定要換出這個人物啦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看 你有缺什麼去換 當然能夠全部都換好換滿 是最好的 那全部換完大概需要的是 49500多 那以新手為例 新手大概你就是 把每日任務做完 3兆啦 然後15勝利 還有一次的困難 然後AB圖的3倍獎勵都打過一遍 那有能力的話去C圖 C2 C3都可以 那哪怕是B3也可以 那周回次數其實一天 如果在C圖啦 C2只要周回6次 那C3可能就會再下降一點 那如果你是在B3的話 可能大概要10次 每天10次的B3 就可以去換好換滿了 那你就可以不用一定要去打到D圖或是SP 那如果可以打到D圖跟SP的人 那又更簡單了 你只要做每天的限定任務 SP海域通關 那只要再打5次的 每天只要打5次的D3 你就可以換好換滿 那如果你要換累積的獎勵 你要換到6萬8萬 那你這邊就是要多補一些D3的抽回數了 所以這次其實普遍來說 要全部換完是還蠻簡單的 比起以往 要乾的成分是下降蠻多的 好以上是這次鐵血活動的一個簡單介紹 希望有幫助到你 那接下來可能還會有 那個2週年Skin的上架 那請各位準備好你的荷包吧 我是草莓牛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